爱的选择 文文 大家好 女人最好的嫁妆是温柔善良的心 男人最好的聘礼呢 是一生的迁就和疼爱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 文文 欢迎我们现场的女嘉宾 阿姨们你们好 大家好 一号女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爱张乐会挣钱 我是个力量人 我叫陈汇芬 二号女嘉宾 爱情都会变成亲情 我会跟你家人一样的温暖 欢迎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两个人不光要风华雪月 更是要柴米油盐 您好 四号女嘉宾 我想在对的时间 在对的场合遇见到你 你是我的缘吗 那今天来到现场 这位男嘉宾是 这个富有诗书气自华 是一个非常爱好读书的男士 这样一位男士 会不会引起大家的喜爱呢 来咱们看一下 我们男嘉宾的老照片 你仔细瞅 虽然是黑白照片 有点发旧 但也能瞅着这个人 帅眼包皮的 帅眼包皮的 挺帅的 他真帅 我估计也就是20岁上下 那年轻时候的帅小伙 如今又是一番什么模样呢 有请我们男嘉宾闪亮登场 大家好 读书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我叫胡如葵 我是来自辽宁省府顺市 企业退休 今年69岁 读书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是吧 您是喜欢读书又喜欢读诗是吗 对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 就喜欢读书 对 您刚才说您这个是企业退休的 对 是领导干什么工作吧 我是安全环保科的科长 退休 就说带那么一点点什么样不凡的气度 胡科长叔叔 胡科长 姓胡嘛 今天来个领导 我跟你说叔叔 你不用现在气宇现昂的 你要不然就吓着我密室里阿姨 阿姨可不想找一个领导派的 在家里管着她的老公 那只能说是我的过去辉煌 现在不是了 那是过去辉煌 那也证明人价值 其实咱们看咱们男嘉宾大眼呼噜的 尤其是这个眉毛 这个长寿眉 给我们的感觉 特别的独特 一想回望一下 你看年轻的那个感觉 一定是很叱咤风云的 所以工作上雷厉风行 是吧 说了就算的那一个 但咱在生活当中 到底是能不能体现出一种大度宽容 我发现咱们女嘉宾一定很感兴趣了 那咱们就给阿姨们展示一下 我们男嘉宾生活当中的样子 来看一下大成功 19764号男嘉宾 胡如葵 69岁 现住辅顺 离异 企业退休 子女已婚 大家好 我叫胡如葵 家族美丽的辅顺 都说一方随徒养一方人 在这人节地灵的地方 造就了我细心沉稳 又不是爽朗的性格 我是企业退休 我退休金4500元 我这个人有一镜一动 两大爱好 刚刚说了我爱看书 尤其是历史书籍 书能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只有在书中 我才能静静回味人生百态 除了喜欢看书 我还喜欢见步走 我要把我的身体锻炼的棒棒的 迎接我的新生活 如今我可是 儿孙耀西 尽享天伦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最好的时光就差一个你 爱的选择 我来了 好 好